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杀家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大宝华王卡玛巴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这里在敬礼传准提法的普方上师 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大准提佛目 那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今天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书协调委员会 秘书长廖东周大使夫人 朱蒂师姐 那九底有讲说 下个礼拜 廖大使会回来 会下子 生活中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生活中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律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 徐亚吉师姐 还有天音雅业团的团员 廖丽莹跟林玉战师姐 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阿罗哈 阿罗哈 阿罗哈曾经 他是住在哈娃伊 曾经到台湾雷藏寺 在台湾雷藏寺 每个礼拜六都有参加我们的同修 到了我要离开台湾的时候 我跟他讲 欸 你要回西雅图喔 他说好 他很有信用 他今天就回西雅图 就回西雅图 就回西雅图 他住在哈娃伊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只叫他阿罗哈 阿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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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阿罗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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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歡迎你來 另外還有很多這個高雄大衣協會 那個靈異人 他們帶了很多同門來 另外還有這個 從台北來的 從台北來的 師兄姐 另外還有從那個 巴拿馬來的 巴拿馬 都是很遠的地方來的 印尼 還有印尼 印尼西亞亞加達 亞加達 印尼很遠的地方來 我記得有 他是亞加達的嗎 梅南 梅南 梅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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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還有這個 有 芝加哥來的嗎 芝加哥 芝加哥 你們沒有自我介紹 但是師母告訴我說 芝加哥有這個 有幾位美女都到 幾位美女都到 芝加哥 芝加哥 坦白說我們這個 西雅圖的一場市 是新眼方 什麼叫新眼方 眼方的人都會來 不會來 附近臨機的不會來 不會來 從雲歌法來的很多 對不對 其實西雅圖的 就是固定那幾位 看來都是老面孔 大家都是 不過都印在師尊的心裡 這個很奇怪 眼方的同門 只要站起來一離開 西雅圖就剩下沒有幾個 這也是很怪 無常 無常 那祖廟雖然小 各地的分室都很大 各地的寺廟 這個真的是 這是開發的 中國中開發的祖廟 開始的祖廟 那祖廟始終都是最小的 發展到外面去的tempo 都是很大 每一間都是很大 都比祖廟還大 這個家叫花陽光大 花陽光大 如果回到祖廟有一個好處 你們如果回來的話 很容易看到師尊 可以閒話家常 你到別地方去 像到台灣雷仗寺去 你只能夠遠遠看 師尊變得這麼小 坐在法座上 你要跟我談一個話很難 很困難 在西雅圖雷仗寺 打吃飯在一起 可以聊天 閒話家常 可以繞佛 有什麼困難的話 拿單子隨便一問 就要幫你們解答 就要幫你們解答 這太方便了 真的 那麼我們明天 是吳我母的父母 那麼是在彩虹山莊 在彩虹山莊 在彩虹山莊 那麼這個 吳我母的意思 其實講起來 佛的三法印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跟涅槃即盡 這是三個法印 其中談到的一個就是 吳我 這吳我母 是從這裡出生的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表示 法沒有自信 自 性別的性 自信 沒有自信 這個也可以這樣子講 在整個宇宙的天心裡面 都是無我的 那麼修行人 只要修到了無我的境界 你就可以跟宇宙融合成為一片 這是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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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明天無我母父母 你們灌點以後 你們要常常想 無我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的重要 不要 因為這兩個字 在的話 什麼煩惱都沒有 所以 所以 這一切煩惱 是由 這個我 產生 沒有這個我 你根本什麼煩惱都沒有 所以 所以要棄除煩惱 你們要常常想 無我想 常常做無我想 就煩惱就沒有 我們 那個佛告訴我們 要做無常想 要做無我想 還有涅槃即淨想 這是非常重要的三法印 所以 希望明天 大家能夠 多多煮旗 多多煮旗 這是很重要 這是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法 無我 無我法 是一個很大的法 你只要修到無我 天人就合一了 佛我就合一了 本尊就跟我合一了 就相應了 這是一個根本 這是一個根本 那最近 聽 我是吃飯聽連結上師講 是連結吧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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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聯望上師 他們兩個人當中有一個人講 就是達賴喇嘛 最近在印度的西藏村 是聯望 聯望上師講 聯望上師講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最近在這個 印度 那麼 西藏的 一個村莊裡面 他做法會吧 對做法會 那做法會的時候 他 說法 他說 他已經八十歲了 應該講起來 他是比我多十歲喔 應該八十一了 他比我多十歲 達賴喇嘛 他比我多十歲 他應該是八十一了 那 他講 他說他身體很好 身體很好 他想他可以活到 這個 十五年 二十年 一百歲 都沒有問題 他是這樣子講 是嗎 他 他就講說 他可以再活個 這個 一百歲 都沒有問題 他 我聽了以後 我心中有一個感想 他跟我 達賴喇嘛 他當然 我們祝福他 這個 健康 長壽 這個健康 跟長壽 健康英文怎麼講 健康英文怎麼講 我聽不懂你們講 Healthy Healthy 常瘦我知道 Long Life 健康我经常把它忘掉 我只会讲葡萄牙蚁 少挤 少挤 就是健康 少挤 跟Long Life 我们祝福它 健康常瘦 那我的想法 是不一样的 我经常做无常想 什么是无常想 我今天健康 明天不一定健康 我是常常这样子想的 那不是太忧郁了吗 你应该要 要往快乐方面想 我说什么叫做快乐 告诉大家 什么叫做快乐 心里 平静就是快乐 没有烦恼 就是快乐 无我想就是快乐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我并没有烦恼生跟死的问题 并没有烦恼 但是我常常做无我想 今天身体的健康 明天不一定就生病 像我回台湾 第一天回去很好 在机场开记者会 还没有当选县长 那个时候的郑文燦 他到机场来接机 那现在当了桃园县长 这也是无常 本来没有人看好的 他既然当选了桃园县长 我在机场 这个开记者会 身体很健康 我还跟着一个 我坐高铁 还跟着一个美女 坐在坐我旁边 我们从台北一直聊天 一直聊到台中 觉得话还没有聊完 已经到台中 好了 下拉车了 心情特别愉快 那一天 这个吃的也很好 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醒来 感冒了 咳嗽了 第二天他就咳嗽了 回台湾第二天就咳嗽 阿密度 无常了 那我也不敢保证 我现在七十一 身体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气色也蛮好的 但是我现在不敢讲 我能够活到几岁 不敢讲 因为不敢想 也不敢讲 虽然好像是说 世尊有这个 跟活菩萨可以交通 我们 我跟活菩萨不行 有连结 我们讲起来是说 有连结 连结 连结 就连起来 连起来 由他那边的意识 传达给我 我没有办法活到一百岁 但是也可以活几年 也可以活几年 但是没有办法活到一百岁 但是我也不敢保证 佛菩萨讲的就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每一天晚上 都在准备往生 Every night I study the I study the Dharma I want to go to the Waste Very happy Vuradim 每一天晚上 我都想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天晚上 都做这样子的修行 修法 我已经在准备往生 Every night 我都在准备往生 每一个晚上 我都在准备往生 从来没有想过 能够在这个沙坡世界 能够活多久 我是属于无我想 没有想我自己 怎么样 我只是想说 每天晚上都准备要往生 所以每天晚上修法 就是修能够往生 我也知道身体无常 你得个cancer 半年你就得了 不要说半年 这个时候去检查身体 还好好的 几个月后你去检查身体 你就得了cancer 谁敢保证啊 你能够活了多久 I don't think so 谁能够 who can long life I don't think so 这是我跟达赖喇嘛 想法不同的地方 想法不同的地方 我是随时做无常想 随时做无我想 随时准备往生 不敢想自己寿命有多久 这是我的想法 我讲出 我跟达赖喇嘛 不同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祝福达赖喇喇嘛 能够活到一百多岁 一百二十岁也可以 甚至更长 健康长寿 我们祝福达赖喇喇嘛 健康长寿 他在跟大家讲 时尊是属于虚空的 不属于我个人的 我每一天佛的 能够happy快乐 心里非常的静 非常的心安 就已经很好 那前一个礼拜咳嗽 哇 这个在法座上面咳得很厉害 其实现在喉咙也不是很好 还不是完全好 前一个礼拜 这个在法座上咳嗽 就回去也咳得蛮厉害 每天晚上都要咳一个小时 只要躺下来咳一个小时 才能够睡得着 才能够睡着 睡着他就不咳 睡不着他就拼命咳 这个时候啊 就有一个鬼出现 你知道啊 师尊家里很多鬼 我不瞒你啊 今天的很多鬼出现 在我家里 今天有很多鬼出现 走到哪里 他散到哪里 他们 我走过去 他们都会散 一散的话碰到墙壁 就会发出响声 这个厕所也发出响声 浴室也发出响声 我半夜起床 他在后面发出响声 这个 跑到这个 画共养 画石的地方 他也响声 到处响 我走到哪里 到处响 那些鬼都抖我 跑来跑去 这样子 因为我 我发石的无遮嘛 我没有结界 就发石 所以他们都住到我家里了 我要 我要离开西雅图的时候 他们就一起打包 就走了 打包行李 他知道我要走啦 没有干物 画石给他们 他们就 每个人都打包 我还没有走 他们已经走光了 我一回来 首先是没有人 回来他们就来 前几天咳嗽 有一个鬼就出现 他说卢世尊啊 他跟我讲 我欠你 我告诉你 你是一个法王 是一个仁波切 是佛佛 你有五百万众 你法力很大 你经常画石给我们 你也知道我们的存在 那我现在我笑你啊 你是法王 你有法力 你又是仁波切 又是佛佛 你有五百万弟子 你天天在治别人的 这个毛病 哪个人什么毛病 哪个人什么毛病 加持你 有很多都 通通都好了 你自己一个小小的咳嗽 你就治不好 你气死好了 你去死好了 你气死好了 哦 这是很大的侮辱 你知道吗 他叫我气死 他说 你连一个小小的咳嗽 你就治不了 你能够治别人 几身都不治 如何治 如何治国平天下 几身都不治 你如何治国平天下 如何去救度众生 我听了啊 内心感觉到很惭愧 我跟师母 我跟师母讲 我真的有跟她讲 我说我要死了 对不对 对 我联系跟她讲两三天 我说我要死了 我不想活在这世间 我真的想死 几身的咳嗽都治不好 你如何去救度众生 我跟师母讲说 我死了算了 人家鬼都叫我死 我就问鬼啊 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说你死了 他说你死了 我们可以在一起 天啊 原来是你鬼 阿弥陀佛 我死了就变成她的丈夫了 就变成她的husband 哪有那么容易 对不对 我还有很多朋友 还有师母 最主要还有师母 另外还有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另外男的朋友也有 你的朋友也有 很多朋友 怎么可以舍弃这世间 所以我一定要抵抗她 今天都没有说法 不过这个也是法 这个也是法 其实佛有解释 佛佛陀他也有解释 当初的时候啊 佛陀有偏头痛 他跟弟子们讲 我为什么有偏头痛呢 因为我在前几世 生在施迦族里面 一个小渔村 施迦族的人出海溥仪 捕了抓了一条大渔回来 那个大渔是一个 一个国王 一个王 死了以后 转世成为那个大渔 他是属于施迦族的敌人 被施迦族的人 抓到小渔村里面来 那么佛陀那时候是小孩子 他就很淘气 就跑到这个仪的这个头上 用东西敲他的这个头 敲敲敲敲 把他敲的头很痛 那佛陀因为有这个因果关系存在 所以他有偏头痛 这个佛他讲了因果 讲他自己的因果 他因为敲了那个鱼的头 那是大鱼是一个 一个国王的化身 那么他敲了他的头以后 他才有偏头痛 那偏头痛是很痛苦 佛的偏头痛是有因果 所以我想师尊的咳嗽 一定也是有因果 一定也是有一些因果存在 所以他会咳 但是咳嗽是小毛病 他是会好的 他当然是会好的 因为有一个医生跟我讲 我也跟你们讲过了 那个医生 有一次我去看他 我说我这个皮肤 这个毛病会好吗 他说会好 然后我又问他 然后他这个皮肤 还会再同样有那个毛病吗 他说会 我说你会好 为什么不能永远好 那医生就回答我 那我们吃什么 然后他在访问我 请问卢世尊 他认得我的 请问卢世尊 你会感冒吗 我说会 你感冒会好吗 我说会 会再感冒吗 会 那就对了 那个医生就讲到 那就对了 人就是这个样子 谁都会感冒 谁都会好 但是还是会感冒 就是这个道理 我问医生 那么病 什么时候会完全好 他说死了就好 人都是有病的 但是死了绝对没病 你看 我们有很多 牙科医师的弟子 叫庄医师 他是牙科 这个奇怪 活着 他会蛀牙 人活着 他会蛀牙 死了以后 那个牙齿 就开始不会蛀牙 任何一个病 到他死了 什么病都没有 所以有些修行人 在他床头写一个大字 就是死 勉励自己 常常做实想 就能够更加的精进 算朴方上师 那朴方上师是教授准提法的 他年纪很轻 才大概五十几吧 他就离开人间 离开人间 朴方上师 这个我有一个教我 经灿的师父 叫善师 善士法师 善士法师 他也是五十几 拜大悲灿 在拜灿的当中 他突然之间就死 就走了 还有我皈依的师父 道安法师 显教的师父 道安法师 他在浴室 法一交 他就走了 无常 都是无常 有的在半探里面 他就走了 有的在浴室 是法一交 他就走了 所以我们常常讲无常的道理 所以我常常做无常想 也就是自己做无常想 我想 做极境想 做涅槃极境想 这样子很好 今天闲话一大堆 我讲这个大悲灿法 我写到这里 也许尚有许多密宗的行者看不懂 我解收如下 修密法的人 欲得神足通 唯修宝座法可得之 连华生大事显现 教导我修宝座法 教导我的坐事及手 如何按住面翘 如此 严神出日时 借有宝座托柱 既有宝座托柱 当然可以天上地下 任敖游 十方佛国借可气的 火龙又阳 要做无常想 这世界上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邪问之美 在以死人一坨雾水 诗歌之美 在以 煽动 我这一咳起来就 喝点水 呲 要 тебя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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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嗽之美 在於死人一桶霧水 哇 吳嗽聲音變成這樣子 詩歌之美 在於善動男女出軌 女人之美 在於純得無焉無悔 男人之美 在於索方索得白日見鬼 那這是一個笑話 不過告訴大家 啊 啊 師母怎麼辦啊 沒人救我 我 我說法那麼多年 從來沒有這樣 從來沒有 西雅圖的空氣雖好 我告訴你 西雅圖的空氣有毒 我本來沒有 沒有花粉的 沒有花粉 回來 變成 過敏 不如說我回台灣去好了 這不是感冒耶 第一個沒有發傷 沒有流鼻涕 什麼都沒有 他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西雅圖空氣好 是沒有錯啊 很喜歡回來 呼吸西雅圖的空氣 一回來一呼吸 空氣裡面有毒耶 花粉耶 花粉就是毒耶 花粉就是毒耶 對不對 因為我從來 從來我說法 那麼 將近四十年 也沒有在法桌上咳嗽了 沒有耶 什麼意思啊 我昨天晚上一直喊 要是金母救我 我現在還喊 要是金母要救救我 這個 這裡有一個笑話 有一個先生啊 修假 那麼 他就 修假的時候 都躺在床上 那太太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每一次修假 你就躺在床上 那個先生就回答 我是在學佛 學佛 那太太就問他 學佛為什麼握在床上 他說我學的是握佛 好 他太太就是 去拿一個臉盆的裝水 然後從他頭上淋下去 他先生跳起來說 你這次幹什麼 我是在譯佛 我 任何事情都有一些例外 都有一些例外 師生說法從來沒有咳嗽 我講了差不多四十年吧 很少說在法座上面咳嗽 根本沒有 雖然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第二天我就感冒 就咳嗽 但是只要一上法座 活佛薩就加持你 讓你不會咳 所以我咳嗽一個月 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咳嗽 但是我在法座上 絕對不會咳的 今天回到西雅圖雷仗寺 既然在法座上 這個上個禮拜也咳 這個禮拜也咳 什麼意思 我就在問啊 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所以有時候都會誤會 我會誤會佛菩薩 為什麼台灣雷仗寺的佛菩薩 就加持我 不會咳 西雅圖雷仗寺的佛菩薩 都不加持我 為什麼 為什麼 問德威上司 他說西雅圖雷仗寺的佛菩薩 他說西雅圖雷仗寺的佛菩薩 每一尊都給他問 哪一尊沒有加持我 是姚哲金母嗎 不會的 姚哲金母是我相應的本尊 他不會的 是觀世音菩薩嗎 觀世音菩薩應該不會的 他很慈悲的 是哪一尊啊 我要看一下 一定是達摩祖師 因為他眼睛閉著我 他根本不看我 他在入禪定 沒有理我 說沒有加持 達摩祖師 到外面吃飯 我對服務員說 一碗牛肉麵 湯要淡 湯要淡 幾秒鐘以後 我突然意識到 可能會造成誤會 又補充了一句 我說的淡 是鹹蛋的蛋 不是雞蛋的蛋 你可不要在我麵裡面 加個雞蛋 胡言笑著說 明白 是鹹蛋的蛋 幾分鐘以後 麵端上來 裡面果然有個鹹蛋 這個就是誤會 活菩薩都是很慈悲的 大部分的活菩薩 每一尊都很慈悲 像地上王菩薩 就跟我很接近 像阿彌陀佛 也跟我很接近 我的房間裡面 有一尊 金剛儀家母 跟我最接近 跟我最接近 金剛儀家母 金剛儀家母 你們從來沒有看過 師母看過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美 身材 身材非常的棒 七線玲瓏 有一天他顯現 師尊就跟他講 MAY I MAY I MAY I KISS YOU 我可以問你嗎 我這個人習慣就是 一定要征求人家同意 MAY I KISS YOU 這個樣子 然後那個金剛儀家母 就講說 NO 但是我一想 女生如果講NO 就是要的意思 我就聞了他 聞了這個金剛儀家母 你不要怪我 是金剛儀家母 是無形的 是無形的 金剛儀家母 聞無形的沒有什麼罪 但是他就飛上天 他就飛上天 飛到天上去 飛到天上去 他就跟我講 他說你不可以有這種想法 我雖然是金剛儀家母 但是我是空行 你是一個導師 我是空行 但是你不能夠因為我長得很漂亮 你就聞我 你看我變一個生給你看 就變成一個生 哇 全身漆黑的 像煤炭一樣 青面獠牙 空行母也有青面獠牙 就像大吉祥天一樣 他大吉祥天在那個湯卡裡面畫出來 是很凶 很凶猛的一個神 他變得非常的凶猛 他說我這樣子你還聞我嗎 我就講說 哎呀 誰叫你變那麼美呢 現在變成這樣子誰敢聞你 對不對 對不對 他說好 你既然聞那我 那我 就要 就要考驗 就要考驗 我會給你一個考驗 這個就是我咳嗽的原因 咳嗽也有原因的 你看剛剛那邊有人咳嗽 他不知道聞那水 他不知道聞那水 真的 跟空行接聞也不行 他說你還有美跟仇的觀念 他空行跟我講 金剛宜家母跟我講 我美的時候你就吻我 我仇的時候你就不吻我 這個是不對的 你要像蓮華生大師的教導一樣 沒有美跟仇的分別 五印裡面就有 色 你看到了美 就是看到了色 你既然聞它 好啦 不是色的時候 你也聞它 這個才是 如果 我變成這樣 你如果聞我的話 我就不會懲罰你 可是你美仇 還有美跟仇的觀念在裡面 就是要懲罰你 聞那空行母也是有因果 真的 告訴你 不是佛菩薩不保佑你 是因為你聞那空行母 這個寶座法 它是有神 真的是有神足通 因為寶座 你至少我們像在飛行的時候 有時候是站在蓮華上面 蓮華也是等於是一個寶座 所以蓮華布它本身也有一個寶座 這個寶座法就是你足下 你腳底下的 需要用的 它就是一種 一種法 就是一種神足通 所以蓮華生大師講 他說 你只要修好寶座法 你就會顯現你的神足 你就可以到哪裡去 像我們這個 我們修蓮華布的 就是修蓮華 其實蓮華是什麼呢 其實蓮華就是你的 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你的腸 腸子就是蓮華 你的腸子就是 在你身上都有 就是蓮華 就是蓮華 有一位男士企辦所機申請 他這個面點的拿出一雙正箭 櫃台小姐一看姓名 男 姓高 明賽 這個台灣話 這個小姐就是描了那個男士一眼 這個男的很不好意思的低下頭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呢 聰明的小姐立刻反和彼此的尷尬 她說好巧 我先生跟你同名 但不同姓 我先生姓賈 這個男的一聽 就從椅子上摔下來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台灣話 這個男的名字叫做 那個男士的名字叫高賽 這個小姐先生的名字叫賈賽 其實這個小姐本身她是 她的腦筋很好 她臨機一動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對 師尊看每一個同門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的 必須要看成同門 都是一樣的 師尊不能夠分 哪一個比較漂亮的 你就跟他多親近 哪一個長得比較醜 你就不跟他親近 哪一個男士長得又高 又帥 又美的 又有財閥的 又有錢的 這個富高帥 我們不能有分別 或者哪一個人很貧窮的 就給他分別 不應該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平等 要平等四眾生 按照蓮華生大師講的意思也是這樣子 他在這個無印貫點裡面 就提到了這麼多 有兩個軍隊在交戰 炮火如雷 一個士兵對著一個長官 比出了一個手勢 就是這樣 大家都比這個手勢 長官就說我們勝利了嗎 士兵講不是 我是說 就剩下我們兩個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一個手勢 我們常常在比這個手勢嘛 比如說耶 這樣這個手勢 很好 很有意思的 這個兩個手勢 有時候比這樣是很好的 但是比有時候是這樣子 剩下我們兩個 兩人同行也是很好的 兩人同行也是很好的 好跟不好 在某一個場合裡面 他會出現 所以師尊今天講 達拉喇嘛的觀點 他身體很健康 他要活到這個 我是常常 我是常常 做無常想 我不敢說我會活到一百歲 絕對不敢 也不敢說我會活到八十歲 我連八十歲都不敢想 也不敢想說我會活到九十歲 我絕對不做這樣子想 我活一天 就是要快樂一天 佛一天就是要修法一天 佛一天還是要感恩一天 我仍然感恩這個金剛瑜伽母 金剛瑜伽母 給我的這個 給我的這個 這個加持 很好的一個加持 然後我今天 又問他 今天我又看到他 他又出現 還是那麼美 May I kiss you? 我做同樣的說法 May I kiss you? 他回答 Yes 可以 他說OK 可以 所以我是聞了他一下 然後就下來 就下樓 沒有關係 那是無形 你不要眼睛瞪著那麼大看著我 師母不要眼睛瞪著那麼大看著我 我真的是聞了他 我今天要下來的時候 出門的時候 我問他 May I kiss you? 他說 OK 我就聞了他 我以為我的喉嚨就會好了 無常啊 阿彌陀佛 我們沒有交給你 我們在天下 我來沒有辦法 我們在天下 那些交給你的 提示 我們去把培事 發出的 谢谢大家